台湾都从来不是一个国家的名称 所以我希望你能了解这一点 我个人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必须要说出来 不断强调台湾不是个国家 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的 中国籍教师陈真 这番话正是说给台湾学生听 原来是在米兰理工大学留学的 王姓学生 在论文封面写上 自己来自台湾台北 让陈真相当不满 台湾也只是一个省 而不是一个国家 我也希望你不要把这个当作 我从老师的角度去霸凌你 对吧 我去欺负你 我想跟你是交流 尽管嘴上说是沟通不是霸凌 但老师手握打分数大拳 也令王姓学生不得不低头 原本论文封面上头的台湾台北 最后也改成中国台北 而陈真更呛瞎 没有国家承认台湾 整个欧盟包括意大利 没有一个欧盟的政府 官方认可台湾是一个国家 但事实上欧洲议会上个月 才通过决议案纳入挺台条文 欧洲议会官方代表团 去年底更来台访问行动力挺 而中国不只在学术界打压台湾 就连文化领域也不放过 台湾年轻插画家卓佩欣 靠着这幅数冠修臂作品 一举拿下有插画界奥斯卡称号的 2021波隆纳国际插画家大奖 但却在展览期间遇上中国打压 卓佩欣展出的作品 就放在入口显眼处 原本名字下方写着来自台湾 相当醒目 但却让中国不满向主办方抗议 最后台湾两个字也被移除 令外界错愕 立委黄国书痛批中国 连文化交流都要打压 而意大利执政党议员迪马尤 更公开强调展览和中国政治利益毫无关联 这个错误行径 背离了青年艺文交流的宗旨 这绝对不会发生在台湾 中国打压台湾国际空间并非第一次 但就连文化和学术界 中国也接连出手 这种做法无疑只会让台湾人更加反感 三连轩黄大鸿周凯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